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 可是他之后也有一点回调 他昨天有创稍微一点点新高 在33336.7 这个是道琼 所以道琼稍微有一点点的 比星期二高一点点 可是他 然后下半场他有一点回修 就是有一点回调 所以他这个回调的力度 那目前来看 如果他是稍微的一个回调 反正他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三波浪 我们来看看一个小时图 如果是有一个三波浪型的 应该是也不会太过低 可能来到33,000点 然后就开始要往上走 如果它比较严重的一个回调的话 比较大的一个回调 可能会到32,700点左右 所以在33,000点或者是32,700点 可能是他的回调的一个力度 然后那些做短线的 如果要继续的 要跟进做多的话 可以再考虑在这个32,700点 或者是33,000点 那个水平 看看有没有反转讯号 有的话也有可能可以做短线 我重复做短线 不能做中长线 因为我对这个美股短期里面 我不会抱住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所以相反的话 它的下滑的一个空间相比的话 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做多的朋友们要非常非常谨慎 要把那个止损拉得非常非常靠近 那S&P500也是一样 S&P500昨天有稍微来那一丢丢 比星期二还要高一点点 在4133.1点 然后再做回修 那目前以我的评估 这个市场也靠近4140点到1190点 它这个空间相比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空单 所以非常非常谨慎 因为它已经有从那个3808点 已经做了一个三波浪的一个回调 基本上是差不多要到位了 所以上面空间真的是有限 如果有回调的话 可能在4000点吧 4000点 那要不要做多 要看个人 我本身是不会去做多 因为短期里面对这个 全球股市是抱着一个不乐观的态度 那我们看看那个纳斯达 纳斯达又再创新高在13204点 这个也是今年度最高点 所以这个短期里面看 如果宇宙回调的话 应该也会在12000 大概450点左右 所以这个的空间相比的话比较大一点 如果有回调的话 可是如果它一破12400点的话 这个就是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 可能它可能会有这个封顶的一个风险 大家可以做参考一下 那在亚洲盘呢 今天我们看到日经呢 昨天呢有稍微有高点 就是28282.2点 然后今天一开盘就开始走低了 所以短期里面 如果是行情继续的往下走 突破27400点的话 再继续往下走的话呢 这个比较宽签的是26630点 如果这个价位被破的话呢 短期里面我们可能看到这个日经呢 可能是已经封顶了 那我看那个香港股市 短期里面 我认为上面空间真的是有限 我一路来都跟大家讲 这个2800点到2100点的空间 相比的话是很满 那个门槛可能会比较难越过 OK 所以可能这个空间里面 可能会出现一些空单 大家也可以拿来做考虑 大陆的股今天相比的话 就比较稳一点点 今天早上来到4103点 这个也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个空间里面 4113点的空间里面 应该是会看看有可能会有一些阻碍 那目前的行情已经来到这个空间里面了 我们看看下午的那个行情呢 是否有出现空单 OK 主要还是要看那个4137点 67点 如果这个价位没有被越过的话 还可能 有一个下滑的一个可能性 如果越过的话 我们再继续的观看 OK 再分析多一次 那在原油那边 昨天又来了一个81块7毛半 这个是比星期一的价位上高了一点点 可是目前有一点回调的一个现象 如果有回调的话 我已经打算在77块半左右 在做多单 因为我认为这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长期来讲应该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对能源市场 我是抱着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觉得原油应该是做多的一个可能性 会比较多一点点 OK 这个 这个 这是我的一个意见 然后 那个 黄金昨天就是从上个礼拜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结果已经成形了 OK 行情已经越过2009块 来到昨天的2025块 这个还没完 如果今天有稍微有回调的话 我很想在那个2007块那边再补单 我认为上面的空间来到2060多块 也有这个可能性 可是我已经准备在2060块 开始要获利 我要离场 OK 虽然它这个空间有可能 技术上可能会来到2069块 可是我觉得260块 我觉得应该够了 我已经很满足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了 三角形的一个形状 它的特征就是 它冲的快 回调也快 所以大家一定要 如果已经做多的话 记得要把获利单要挂进去 因为如果你没挂进去的话 可能它就很快的就跌下来了 跌下来它会到什么地方 再达到原点就是1950块左右 所以它这个波动非常非常大 有100多块 所以大家要保住机会 银根本没回调 昨天来到25块01毛钱左右 所以我看到这个行情 顶多顶多给它回调到23块89 然后它又在想继续往上走 因为它是给黄金拉着走的 它根本没有什么大回调 我们看看美元 当然 如果黄金继续走的话 可能一个因素就是美元在贬值 那我们看到美元贬值真的是已经诞生了 很不幸的 我是做多美元指数 以目前来看 这个美元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跌 如果今天有稍微有回调到101.5 的话 我可能看看 在我另外一个账户里面 有可能我会选择做空 因为下面的空间应该越来越有限了 可是我还是要保护我原本的一个 那个多单的一个仓位 OK 所以长期来看 我是认为美元涨的可能性是有的 可是短期里面 因为黄金还没走完 黄金来到2,060块以上 我就开始看看 可能美元就开始要稳住脚了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主流货币 因为美元的贬值 导致大家都往上走了 硬币来到1.2525 这个也很不幸 因为我也是做空 所以今天有稍微有回调到1.2430左右 我可能会把我的仓位给平了 在这个仓位我还好不会亏钱 因为我之前空的仓位相比的话 还算是蛮高的 OK 所以如果行情有回调到1.2430 我基本上是应该是做多 因为上面空间还是有的 OK 那欧元也是一样 欧元多天来到1.0973 今天如果稍微有来到1.09 也应该是做多的一个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点 所以如果有回调的话 我基本上也有可能把我之前的空单 有两笔有一笔 我可能最靠近的 OK 可能把它平掉 然后再继续的观看一下 那奥币 奥币短期里面 它反弹的一个可能性是已经出现了 因为从昨天它开始反弹 从星期一它开始反弹了 这个力度好像还没走完 可能会来到0.6820 左右 如果有来的话 这个应该是做空的可能性 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这个整体上是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反弹 走完之后 它可能会继续的往下跌 目标是0.65 那美元对日币 还好我之前反弹的时候有做空 所以这次行情有跌了 1.3130 如果今天下午有反弹1.3220左右 我还想要加仓就是做空 因为下面的空间突破1.12965 应该已经告诉我 它下面的空间可能会继续的往下走 可能会来到1.2550左右 所以下面还有一个400点的空间 我还想抓住这个美元对日币的一个跌幅 美元对价币 目前因为是美元在跌 在短期里面它没办法涨 所以今天如果有反弹的话 顶多来到1.35 这个也可以考虑做空 因为美元的走势还没走完 可是以风险跟获利的一个比例来讲 这个应该是不做 虽然有看到有跌的可能性 我也不做 因为它下面的目标 我认为应该是在1.3270左右 1.3275 所以它下面空间不够多 所以导致我虽然看到有这个可能性 在继续的跌 我也应该不会去参与 我们看看比特币吧 比特币目前还是在做横盘 跟昨天的看法没什么两样 应该是 这个短期里面应该在这边盘着 可能在这两个空间里面 在29.360块到26300块 这个3000块的空间里面在这边徘徊 到底哪个会先出现 我觉得比较理想是先跌 后涨会比较理想一点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元对日币 那昨天跟大家分享的 那个黄金的一个市场 昨天已经看到比较大的一个爆发力 对不对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产品 叫做美元对日币 那美元我们都看到 从3月份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但美元对日币它的最高点 是在那个3月8号 然后行情来到将近138 138日币可以兑换1块美元 所以它从那个价位一直跌到 这个3月24号的一个低点 叫129.64 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来到133.66 那基本上呢 行情在这边呢 行情已经开始在继续的跌 昨天呢跌到131.30 这个长期来看呢 我认为美元呢 还没有碰到底 它可能还会继续的下 OK 那这个呢 如果是今天下午呢 有一点反弹的话 我觉得132.20到132.50呢 是一个空间可以考虑 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 出现一些空单的话 就是那个所谓的 那个反转循环呢 这个价位呢 是可以考虑做空的 OK 我基本上已经在这个133.50里面呢 133.50已经做空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今天是打算再加仓再做空 因为下方的一个目标呢 突破129.65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 其实呢我的目标呢 以四个小时图来看呢 我跟大家讲 我的目标原本是125.50左右 所以呢下方的空间非常的大 因为呢 这个会造成一个 一个组合就是在 那个ABC的一个回调 而且是100%的一个比率 在125.50 所以呢我的目标是125.50 所以目前呢 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呢 在这个132.20到132.50呢 如果出现有反转讯号 也可以考虑做空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拜拜